那麼在我們開始做之前我們先看一下 其實它裡面 總共有25種效果 你可以進到這邊 這裡 濾鏡的DEMO 打開之後滑鼠滑過來 有沒有這樣就看到那個效果了 所以它有很多這種能量的 這種線條的發光線條的這種變化 這個都是它內建在 裡面的所以你只要負責選 這樣 這樣沒問題吧 很多像這種霓虹燈的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很多一些 影片的拍攝 或者是 他們的後製上 很多人都很喜歡用這樣子 因為 就好像你在Photoshop裡面 你會去做霓虹燈的那個效果一樣 可是呢他能夠做的又比那個多很多 好OK所以這個是先讓大家知道 你 你 要用的時候可以 有哪些 那目前其實他可以主要用在 這幾個地方 就是 包括 單一個 你也可以用在 我們的被子曲線上 甚至你也可以用在文件上 都可以 那這個呢 我在 之前就有錄了一個影片 所以我們就 請大家 先來 聽 廖老師 介紹一下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Saver預計 要怎麼樣去使用 那你可以從 這個 官方網站上去做一個下等 那麼 把它安裝起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大致上目前他的應用方式大概 可以用到三個地方 一個是用在 一般的 類似上有關鍵的效果 這是最簡單的 就是兩個點子 就是在一般的空白圖層上 有兩個點去做控制 就針對Code、Start跟End 那第二個方式呢 可以針對 你也可以用在被子曲線上 可以 直接在A裡面 用被子曲線的工具 Compity工具 直接完成 也可以 也可以 像這樣子 你如果有以後 或者負責線綁按 你可以直接放進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路徑 都是一個路徑而已 那另外呢 它可以用在文字上 文字也有個搖滑 我可以直接把它指定 那就可以 產生 類似這樣的效果 所以使用上其實是蠻方便的 那我們針對這三種來 做個簡單的說明 那首先第一種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濾鏡 所以不能單獨存在 記得喔 它是濾鏡喔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個塗層 你可以用在現有的塗層上 可以接一個空白的塗層 一對的裡面 找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裡面比較多個 OK 進來就有了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在上面這邊 這裡 它有兩個點 這就是我們剛才說 起點的重點 START和END的點 CALL 這個地方 那可以真的這樣子做動畫 首先呢 你可以看到它的預設裡面 預設裡面呢 總共有25種 剛剛你所看到的 就是這25種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你從剛剛的工業看會比較容易遲到 又這樣選 變成是血黃 找到比較符合你需要的一個 然後 看下車再針對它來做 修正 好 那你找到之後 像如果是第一種前來應用 就是針對 這兩個做關鍵格 好就可以 就是起點的重點 來到2秒鐘之後 所以它每一個參數都可以 剩8秒 那麼它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你會看到它 還有一些 就是大小的改變 那當然這些 參數的話 你可以透過左手邊這邊 包括它的強度 還有呢 增量的強度 Custom Code裡面 目前呢 它的這個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開始的大小跟結束的 這邊這種參數可以設定 可以從 START SIZE跟N SIZE做調整 像在這邊這樣就會有一些變化 好 這是第一種 最簡單的 所以如果你要做光鍵的 就比較簡單 基本的使用法 那第二種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我們的綠幕的那種做 那第二種的話呢 你可以直接在我們的 這裡面直接做 但是一樣前提還是需要有一個空白的塗層 好 如果我在這邊 我是直接 這樣的方式 背著曲線方式拉出來也就OK 好 一樣就套用它 套上這個 Safe的濾鏡 可是呢 這重點 就是要改變一下 它的這個類型 你可以從這邊去選擇 我是哪 使用 選擇塗層裡面的 配置曲線 這樣這條線就上去了 我們的 這個配置曲線 這樣有沒有比你用Foloshop做那個迷紅燈效果來容易一點 對吧 但是呢 這個 你不然可以拿回去 跟剛剛都一樣 再來呢 我們針對文字的部分 文字其實也是一樣 我們先增加一個空白的塗層 好 那接著呢 你就可以先把我們要的文字 文字本身也是一個獨立的塗層 好 輸入完成之後呢 我們回到 原本的空白塗層 幫它套用特效 Safe 重點來了 還是跟剛剛那個位置一樣 要去改變一下它的類型 我們把 它的類型 換成 對不對 那你就看你要哪一層 你就可以去選 這個文字塗層 這個時候它就會 把你原本的文字塗層 做一些調整 那我們來 看看就是說 一般來講的話 因為我已經做好之後 其實 這個文字塗層 實際上是可以不需要 顯示出來 我們就可以把它眼睛關掉 也就是說這個文字塗層 是給我們做參考用的 跟我們之前用過那個導引線一樣 做完了就可以把它藏起來 我的文字塗層 所以一般來講這個眼睛我們都會關閉 不需要說獨立出來 那這個改變顏色 如果剛剛是白色的 所以說我已經沒有看到 那我換成別的顏色 你會發現它那個文字 還是在的 所以我們通常就 把這個 關掉了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針對 我們的 Style Offset 跟 本能 Offset 這兩個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顯示的效果 如果說我希望我的 這個 這個 所以你看電影啊 regular re 的 那個 那么 MAN 你們有沒有看過神力女超的 他不是有一個那個索 繩子嗎 對不對 就跟這個一樣 這樣有了解的 從來沒有看過有一個老師五年前 跟五年後一起上課的吧 好啦所以這樣各位對這個 濾鏡的基本操作有沒有點概念了 可以接受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要實際來做看看囉 好不好 所以你安裝完成之後呢 麻煩你 開個新的合成 增加一個空白的 圖層 那我們就等各位一下囉